欢迎各位再次回到酒鬼酒直播周末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赛事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同来分享2021年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及第14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团体资格赛和单项资格赛的比赛 今天是团体赛的最后一天 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团体的决赛第二场 双方的第一双打之间的对决 这是来自于福建队的颜辰雪陈颖颖的组合 面对湖北队的杜月和李问妹 那么在国家队当中呢 杜月的原配搭档是李英辉 然后呢这个李问妹和郑宇啊 两位选手呢是原配的搭档 但是呢今天呢他们是打散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来作为一个交叉的组合 看看这种新的这种队内组合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其实可能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啊 在这个队内的训练 他们可能都经常的来采用这种 交替的一些合作 但在赛场上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今天这样一同来欣赏 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单打的比赛当中呢 王芷怡是以这个三盘 三局的比赛是2比1 被湖北队先拿到了一分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双打的比赛 比赛呢是由福建队来率先发球背对观众 福建队出现了失误 杜岳 杜岳在和李英辉的这个合作当中呢 更多的是在前场来组织球路 所以他原来的这个体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呢没有出国比赛 他在集训当中呢在体能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在赛场上面啊 这个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这个据说呢这个经过了这段时间的集训呢 他可以做引体向上 一口气能够拉30多个引体向上啊 握推之前是55公斤 现在已经可以推起70公斤了 所以在这个力量方面呢 杜岳还是在集训当中呢 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收获 前场的平抽快挡 终于把球挑起来 对不起呢 是李问妹把球挑起来 让对手进攻 女双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说 这个进攻火力一般相对就是比较弱的 所以即便是这个进攻啊 也不能直接打死 这个球是出现了李问妹和杜岳的一个 配合上面的一个问题啊 阎晨雪的杀球打在了两个人的空刀 耳边耳平 漂亮 前锋后攻 李问妹妹和郑宇啊 这两位选手呢 都是 以前那个单打的 单打球员 从18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合作啊 成为女双的新鲜血液 他们的这个打法呢 刚开始还是挺 就是挺特立独行的 超过一度呢 这个 郑宇的发球还是这种单打的这种上手发球 非常的有意思 球出界了 判断非常的准确 李问妹的身高是一米七七啊 站在这个位置如果是球过顶的话 出界的概率是很高的啊 准确的判断 五比二 揭发失误 李问妹这个身材高大 他这个发球还是啊 如果是说练的比较的到位的情况下 这个发球就会比较的有威胁 在伤打的比赛中 发接发呢 将会决定这一分的这个攻防的一个秩序 平推球还是非常有效的 推到的对手 面部这个高度啊 确实比较难受 从阵容上面来看呢 湖北队在伤打方面 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优势的 发一个后场 把球分出来 还是让李问妹在后场进攻 单打球员这个杀球的力量 还是要更重一点啊 单打球员出身 现在这个 李问妹和郑宇也已经都是 双打组的主力了 他们在世界雨联的排名上面呢 是排在第十五位 杜月和李云辉是排在第七 中国队排名最高的是陈清晨和贾一帆 是排在第三位 杜月刚才这个抢网 这个搓球 你看到 质量很高 这种战备对于杜月和李问妹来说呢 是比较有力的 从杀伤力上来看呢 李问妹的进攻确实是最有效的 他在后场呢 这个杀球是在场上四名选手当中啊 得分率最高的 虽然杜月呢 他的整个体力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但是相对来讲 他在前场的这种战位 会更加的有优势啊 就是他这个前场抓球的能力 还是更好 前锋后攻的这个组合 现在看来这笔分上面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啊 因为河北队的双打是非常强的 这一球分球分得有点过度了 言成雪 这是来自于福建的选手 球发得很好 球发得很好 强多拍 工房的转换 国费队平行的站位 他们在防守啊 这多拍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啊 开出最多的一个回合 整体的基本功上面来看呢 还是杜月和李文妹这种国家队的 一线选手会更有这个耐心 而且呢他们的失误率也更少一点 我领先还是比较多的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先鲜 杜月和李英辉呢在2020年呢 国家队应该是参加最后一项国际大赛里边呢 获得了女子双打的亚军 这也是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这个全英公开赛啊 就是1000分的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羽毛球的世界羽莲的比赛 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鼓励 11比4 有7分的领先优势 对于发球 去发球的是陈莹颖 假动作的分球 但是颜真雪这分球比较软 跟对方硬碰硬打这个力量可能确实不太占优啊 这个福建队的两名小姑娘感觉特别清秀啊 这球打在两个人的中间啊 球拍发生了碰撞 高远球的对拉 你看在这个攻防的两个层面上来讲呢 这个国家队的选手和地方队的选手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就是从击球的细腻度和到位度来讲 包括出球的质量上面啊 都是有差距 度月的风网稍微的慢了一点 这个风网的滑拍出了边线 5比13 陈莹颖发球 度月接发球 一分妹的分球分得不错 没办法了 这球太不到位了 但是我觉得那么久不错 我们的观众 都有够多地点 但是在观众 每一个大的点 都是 中国人的环境 都在观众 还是 不是 致 对于福建队来说呢 他们是全国锦标赛的 卫冕冠军 在这个 今天这个比赛的 第一场 谭宁输给王芷一之后 这个比赛就是比较被动 还是控制对手的底线位 进攻 相当的好 这个球掉对角 勾对角勾往前勾得很突然 所以杜月的回球有点慢了 这个球其实已经是 努力地去来防守了 如果是站位的轮次 杜月要在李文妹后面的话 确实在前场会有空当 刚才福建队抓住了这个机会 得到了宝贵的一分6比15 还是直线的控制 李文妹这个身材比较的高 所以他这个推球啊 推底线 推的都特别的这个 有速度我们看啊 而且就是要的这个都是死角 推的很到位 所以呢 对方的这个球啊 就是比较软 有十分的领先 16比6 杜月发球 这种力量的杀球 确实是火力很强大 阎晨雪和陈盈盈 应该想办法把杜月多 推到后场一点 这样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 如果是这种轮转 这种轮次啊 就是杜月在前场 李文妹在后场 打的是最舒服的 这个球可能有点判断失误 连续的下压之后 就这种攻击的火力啊 跟对方相比啊 这不是一个党位 你看到这李文妹的 动作非常大啊 具有很强的这个 单打的这个特点 但是因为福建队的 这两名选手的球 确实是比较的轻柔 在空中的飞行时间 相对是比较长的 所以呢 即便是李文妹这种 她的这个影拍的动作很大 她也有足够的时间呢 我们来完成这个动作的 整个的一个 适能的积蓄 非常顽强 倒地之后啊 还把这个球给防守过去了 不错不错 我们看到这个是阎晨雪 半跪在地上之后啊 一个挡对角 人已经摔倒在地上 但是眼睛始终是盯着这个球 谢谢 七 十八 七 十八 竞aggio 赢差疑 碰碰ict wae 尤为这一分呢 就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啊 所以这球呢打的是比较的 相对来讲比较的放松 大部分时间 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个防守 还是很密的 防守的质量很高 所以他们并不急着进攻 一旦进入到进攻模式的话 湖北队的火力 还有进攻的效率是很高的 所以刚才他们就 我觉得是有意在跟对手 在打多拍 地球发的高了一点 结果让杜月 接出一个滚网 局点20比8 进攻的火力有限 严陈雪和陈盈盈 所以呢 这个 对方杜月和李文妹 他们也并不怕跟对方 跟这个福建队的两名选手 来进行多拍的 一个 缠斗 大部分的这个福建队的进攻 湖北队都能够接起来 投后场 真的李文妹的这个进攻 太有效果了 就是打追身 或者是打面部高度的这种球 只要是他这个形成下压之后 就火力就是很强大 一般的就是福建队这两名选手 就感觉不太顶得住 这样赢的还是非常的轻松的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呢 湖北队的都月和李文妹21比9 先下一程 对方 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 你可以感觉到 像这个国家队的这种集训啊 像这个杜月和李文妹 他们都非常的渴望上场比赛 而且呢 效果 集训的效果很不错 基本功都很扎实 无论是在进攻 还是在防守的能力方面呢 都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提升 实际队呢 也是在刚才这一分当中 目标很明确 就是打李文妹这一边 因为他这个身高 手长啊 这个进身球 不太容易处理 所以福建队呢 就是想用快节奏的 这种进身压制 连续打同一个人 这也是一种战术 但是李文妹的 这个摆脱能力 还是很强的 不越在后面 第二场进攻 漂亮 这个回合呢 就是双方呢 打得在直线方面的球路太多了 特别是占据上风的杜月和李文妹 他们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这球打得太保守了 都是在中路 没有把球分开 这个就失去了双打的 这个比赛当中啊 最重要的一个 穿针引线的一个过程 最后是在对手 一个勾对角上面 让对手先下分 这一套线的使用啊 现在还是靠这个李文妹 和杜月的这个绝对能力 在得分 真的是因为国际比赛啊 参加的比较的少 要多花一点时间的 在场上的来比赛 找到那种比赛的感觉 每一场比赛的出场机会 对于运动员来说 都是很宝贵的 可以多多地演练一下 自己的这种 平常的这种战术的使用 对于运动员来说 就是我们以后的需要 尤其是 对于运动员来说 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担心 对于运动员来说 即选择 能量的对手 对你 对于运动员来说 出了边线 好球 没有过后半场 摆脱都是因为陈颖颖和严陈雪都是用反拍来做这个抽档 都没有扩到对手的后半场 转放一拍 这个节奏的改变 这个球出界了 应该是出界了 没有 判给了福建队 之前的这个软放一拍 把这个对方的节奏给打乱了 因为那个时候正处于防守位的情况下的两个人 湖北队的球员都压得比较的在后面 所以他们来接这种党员网的球 觉得有点时间上面差了一点 5比8 福建队在第二局表现不错 很努力 尝试节奏上面加快 进攻失误 李温妹的球杀在网袋上 这样的比分啊 也给了福建队更多的信心 其实如果是跟这个湖北队打这种硬碰硬的球 确实是阎辰雪和陈颖颖不占优势 他们的这个连贯 对角线使用的是比杜月和李温妹要多一点 就是打得更加的灵活 就是直线的一个调底线 下追身 10比7 所以今天李温妹在发球这个环节呢 是做得不错的 因为她是身材比较的高 她的这个发球确实是质量很好 就是一个对角线的使用 批对角线 延前雪 这种非中杀 打点的这种杀球 其实是福建队在第二局比赛里边呢 她的比分没有被对手拉太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改变 再加上呢 杜月和李温妹可能是第一局打得太顺手了 他们的失误也比较多 而且整体的技战术的变化 还是显得有点单调 软放一拍 这就是一个节奏改变 11比9啊 领先进入到肌肉 尖歇这是湖北队 这就是双打好看的地方 如果是你在这个线路上面 都是采用一样的节奏 这个力量上面 也是用一样的这种频率的话 这种比赛呢 就是很容易让对手适应 所以有的时候 在比赛的过程里边呢 是很需要来 把这个变化打出来的 而且这也是双打比赛好看的地方 所有事情都可以别打得不住 不久 视频就不在这里 聊天 也就不在这种地方 一样干嘛 但是这种厚买的 就不了了 但是这种人 这种还可以 在这种东西 会有的话 就有可能 不得u 就是这样 球 继续比赛 举一举酒 主持人 加油 主持人 加油 主持人 走 就是对手呢 来抢攻的机会 就越难 所以发接发呢 这个环节都 不愿意把这个进攻的机会 让给对方 相当漂亮的一个强网 不见对在 第二局打出了不少的好球 今天整体来看呢 这个阎晨雪呢 在往前的这个强网的意识 很强啊 也是打出了很多的好球 而陈颖颖的这种变现 对角线的一个使用 也是很重要 所以他们在第二局 能够跟对手保持着 非常接近的比分 打两个人中间 反超 反击 就是把球拉起来 高显球的抽球 追平了 非常的棒 连晨雪和陈颖颖 在这一阶段的战术使用 非常合理啊 而杜叶和李英辉这边呢 还是没有想到更多的方法 就是来进行改变 在对方的节奏和速度 进行加速和调整之后 他们没有相应的改变 所以现在这个比分上面 也能够看出来啊 就是来到了 平分的一个局面 十三平 好 这一球是前场的空档 摆脱的不错 五比队在防守 节奏的变化 好样的 这就是连晨雪的停顿的一个 在前场的一个铺网 假动作的使用 他们在第二局打得非常的放松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变化 都是在精神状态 比较放松的情况下打出来的 技术很多元化 进攻和线路组合当中的 李温妹和杜月的 这个不默契了 他们俩的这个战位 经常会出现空档和漏洞 阎晨雪和陈云影呢 用的是一种很轻盈的打法 他们的进攻的火力 依然没有很重 但是呢 他们由于线路和这个 落点的这个轻重啊 出现了变化 所以呢 把整个的场上的局面 现在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16比14 而杜月和李温妹呢 由于对手的比分不断的追击 心理上反而出现了一些 焦虑的一个情绪 可能还想的稍微多了一点 连续的15 17比14 火箭队反超了3分 发球 长出了这个后发球线 看看湖北队还有没有机会 两局结束比赛啊 现在还落后2分 这分虽然是拿到了 但是感觉其实还是 从线路的分配上 落点的这个力道上面来看啊 没有变化 没有节奏的变化 杜月和李温妹的整个打法呢 还是延续着第一局 这样的一个打法 没有就是说相应的 做出调整 有时候呢软压和软放啊 是非常有效果的 特别是对于 严陈雪和陈颖影这种 在力量和速度上面 不如对手的球员来说 他们呢很快的就是 加入了这样节奏的变化 那么也给自己带来了 一些光明的转机 来说相应的 防守的能力也在增加 多拍的能力 还是让李温妹这边进攻 抓住机会的反击 太可惜了 这球陈颖颖 其实已经造出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真的是逃脱了一截 严晨雪的这个抽球 抽在了网袋上 但是呢真的是已经 对于福建队来说 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他们第一单打没有赢球 而且这个在第一双打的 第一局里面也是落后的 所以现在这种时候 很关键 转放一拍 好球 好球这个摆头不错 转放的不错 李温妹 福北队 现在这个又是比拼 这个防守能力了 在这个平抽档 打两个人中间 攻防转换 漂亮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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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需要这样 不能一直一个劲的 用全力的去打 这个节奏对方都已经掌握了 李温妹的这个党员网 形成了调球的效果 非常好 你现在这个体力上面的 有所下降了 你的中砂的这个效果 还有你的机球的节奏 已经被对方的掌握了 熟悉了 就必须呢要进行节奏 和这个力量上面的一个调整 跟上对方的一些变化节奏 这一分很关键啊 来到了十九平 十九 十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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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一分出场点出现了 心理上面的这种变化又有了 其实严陈雪和陈盈盈啊 在第二局的比赛中表现非常好 也发挥出了她们灵动的这个效果 就是做出了调整 虽然呢从这个整体的实力上来讲呢 跟杜月和李温妹啊 包括知名度啊 都有一种 但是他們把比分打得這麼接近 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但是在對手又把比分反超之後 他們可能心理上 稍微會出現一點點波動 現在還有沒有機會 湖北隊的場點 打在兩個人的中間 手緊了 哎呀好璇啊 對岳和李文妹在第二局的比賽裡面 這個比分就是21比19贏的